老闆以外,看不見了 我又遮蓋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同時收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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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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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今天是我們17居 我們在區議會 就在一個議會 一個市長 就召開區議會的動員 我們滿意的目的呢 就請郭區的國安法會保證 剛才我們有329位的 民事郭區的議員出席 我們的旅行 那全部17區呢 都是有法定程度的 這件事一定是市幕前 作為的都是國安法會 沒有辦法在那個地方 香港議會的主席 那個話 我們現在是大佬所的這件事 然後一些市場 就好像是我們 不用主席 ren 他們的主席 就是 haut腳 prophecy Johnson 我們建議會的 都是不管端爭的 顏忽 列 其實對於這個案子的根本 其實最大的程序上是區議會在這裏為了減少空 但是議論大家不要忘記 區議會在政府作為這個象徵 都不斷為23條 為因地藍炎都曾經做過一個支持的論文 所以每個區議會大家也知道 他們會用我們命中61條的這個人去問 就是說他們並不是在提供這個區議會議會議的覆辭 來說我們是一個不合格的人 但是我們又想去問一下 這個不是一種雙重標準 不是一種官能 政府不是在這裡只欺欺人呢 他以往做過的事情 他今天竟然是說區議會是可能這些政治的事情 其實不是不合格的 這個正正是一個開放議會的重要 就好像今天這樣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封開的平台給大家去採訪一下市民 給大家 各位議員去發表自己的投票 所以我們見到的就是在以往的區議會會議員 政府是借議會的平台去通過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議員 但是他們並不容許民意的參與 並不歡迎民意的參與 而正正因為我們是一人一票 選出來的區議會議員 我們是有一個責任去掛給全世界聽 大家對於港區國安法是有多麼的憂慮 算 ens和大家一起走 有人去看他 欺 Helogram 如果這個議會議員 我們站在港區國安法這套的區議會表示 既然包括民主委員會議員 在香港我留言會議 大家都說 要及熟悉這套區議員 都是一 networking,只要我們坐在八幕 影響 如果早前是lettori 中共會有一些人作親 mirand 基地 凡職員營 是獲得了全港的大多數的民主派區議員 是一起簽民的現場 那區都是不簽民的 今天我們是透過區議會條例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透過區議會條例 賦予給主席行使他主席的權力去召開的會議 這個是第一次 17區的區議會在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舉行 但是因為我們正正是 區議會條例賦予的權力去召開的會議 這個是一個合法的會議 我們亦都是要尊重 亦都是要遵守17區本身的會議常規 而他們剛才其實是中間對於一些程序的誤會 因為如果我們當初提出一個臨時動議的時候 是需要在當區找一個動議人和和議人的 而當然有些區也都會覺得 這個動議它未必在早前他們知識 所以他們會留待在剛才看到有17區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譬如剛才是中間有誤會的 我們亦都可以在大家的良好意願出發點 其實都是想增加我們的溝通欄 亦都是希望今天 為何會有300多個人出來這裏開會 就是因為我們告訴全世界 告訴香港人 我們反對這個國安法 我們希望去直接撤回 因為其實剛才楊樹瑩議員都有講 他們是影響著每個香港人的福祉 是完全符合區議會條例第61條 要求我們區議會向政府提交意見的職務 政府即是九龍城圍 以往我們是有很多關於政治的議案 包括前梁美芬議員 是說要要求成立一國兩制研究院 要求中國給一些特別待遇香港居民 這些其實都是已經超乎了 以現在的規定或者現在的標準 是超乎了他們說區議會的職能 但是正正是因為他們現在 沒有能夠在上一次的區議會那裏 去過半數或者去把持議會 他們就用行政的方式去掩議道理 他們不再嘗試用行政去阻撓我們議員 去反映市民的憂慮 我們其實有很多議員 其實在召開會議或者寫聲明之前 其實都有舉辦街站 街坊其實真的有來到跟我們說他們的擔憂 甚至有街坊說不知道怎樣算 下一代怎樣算 甚至是要想移民 這些其實是真真正正香港人的憂慮 我們是有責任去告訴政府 有責任告訴中央政府 有責任告訴全世界 剛才的一些小插曲其實 是因為對於那個程序 同時可能未必去了解 我們要遵守區議會條例 給我們那個會議常規的一些動議和和議 和一些討論的一些程序 也都見到剛才後來 譬如蔡宅鴻主席 他們都有講回整件事是怎樣 也都見到17區其實有好好消化了這件事 也都有很多區進行了動議 也都有很多區決定去支持這件事 去做一些跟進的討論 不好意思 我想補充一下 在中間就不行 幾個來講 不好意思 聽不懂 對不起 我想補充一下 北區的同事 他不是剛才 我不知道是不是聽錯了 有人說他拉隊走 他不是拉隊走 不過根據 因為今天是17區的 我們是坐在一起開會 但是我們是個別的區議會的會議 他們剛才有臨演的時候 那時候那些同事提出的動議 其實他們已經過了 所以他主席那一刻就宣佈了會議會 走了 但其實最後他們沒有走到的 他們都在這裏 不過即是他們沒有再坐回來 去到最後我們17區在一起 因為剛才能走的時候 我想只有半場幾區議會 是知道 另一半場好像不知道 會不會覺得不是這樣尊重 我不覺得有問題 我想全香港市民都會期望 新一屆的區議會 是一個有活力 不是以前那樣死氣沉沉 只是會舉手 只是SIR說什麼 他就是say yes的議會 其實不同的同事 他有不同的風格 他們提出一些問題 最初可能大家會見到好像有些爭論 但到最後你看到我們 都是回到政鬼裏面 是可以討論到問題的 好好的問題 Sorry one English question Sorry You guys jointly pass a motion say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hould be scrapped bu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meaningful in any way because one the government said this meeting is illegal seco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also only collecting opinions from certain for example MPC members are from electrical presence 是你的行動會否有任何問題在改變的中國政府的意見? 我們剛才提到的法律法, 沒有任何我們提起在公司的公司, 他們會說我們是不正確的, 但這不是的事, 我們已經解釋為何香港人是很重要的, 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我們要開啟香港人的議題 我們設了很多街坊 去推廣 如何保障安全法會影響 第二 我們會邀請政府 去參與街坊 所以 從時間到時間 他們不能忍耐我們的影響 想問人大或者北京都說有所謂的渠道去收集意見 今天七區區議會有一個 一面倒的對國安法的意見 你們會不會將這個意見 拿去給所謂人大常委 或者用他們官方的渠道去反映 各個區議會的取態 我必須要指出 其實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完全架空區議會的黑箱狀劫 在這個政府不斷發生這個做法 尤其是在國安法之下 更加以帶軍壓警這個形式 剛才說到 我們在這個民意的代表上的重要性 我們是一人一票選出來 我們真的是由直選產生 而不是現在支持國安法的一些簽名站 其實你都不知道那些簽名在哪裏來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將真實去說出來 說出這個真相出來 我們投票的意向就是一個真相的反應 同時間我們並不會停在這裏 我們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將這一個訊息透過我們街站 透過我們公眾教育的活動等等 是要去令到政府去證實這件事 那想問回 這次是第一次的民意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第二 第三次或者其他的行動呢 絕對會有的 其實今天是一個相當之令人振奮的一個場面 我們很久很久都沒有試過 見到香港人的民意 是這麼集中地在這裏表達 那我相信這個平台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開闢了之後 往後有很多的路要更加多的香港人的參與 即是有沒有具體一些 可能聽了一些什麼行動去做話 即是譬如我們剛才通過了的動議 是啦 等等啦 公民的議政平台我們會去實踐它出來 我想接下來呢 其實大家知道啦 其實現在人大是通過了這個國安法附件三 但實際上的法例的制定 要給人大發公委去做 那林鄭她也都上了北京 又說反映了香港人的意見 那我想第一件事作為區議會 我們是有責任去反映了我們代表的選民的意見 她現在只是問權貴 只是問他們自己圍內的人 那你問她結果一定是贊成 那你有沒有聽過其他人的意見呢 那這個我想第一步我們要做的功夫就是這件事啦 那第二件事我們會看回究竟她 她人大發公委制定的法例過程 她是黑箱作業啦 還是她又會真的走來諮詢香港啦 甚至她把法例丟回香港自己搞呢 因為普通法和成文法的規定 很多的矛盾在這裏 那我想我們的責任都會 就是我們都會盡回我們已經有的責任 去向中央政府啦 叫做去反映的 一言以往啦 民籍市部署拒絕提供秘書支援 你認為在未來方面 有甚麼方法可以突破到這個頒關呢 因為他們真是不理你們 那我們首先逐區啦 即是我們其實很多區呢 都有一些屬於 其實這件事呢 是他們必須要出席我們的區議會會的 因為我們在行駛我們的職權 他們是要提供 即是我們委任了他們的秘書 他們是要提供秘書服務 那我們逐區逐區這樣呢 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逐區逐區申訴專員 每一次他不來我們開會啦 會不會透過法律行動去 譴責這些局勢的行為呢 因為他是基於政治原因打壓你們 那無論以任何的平台的方式 我們必須要讓政府知道 這一個的舉措是不對的 那我想這樣說 我有一點點補充出來 好啊 政府現在是用61條A 去打壓我們的區議會呢 就說我們討論的問題 並非這個的社區的問題 所以就不給我們去討論嘛 不提供資回復網路 拉隊走嘛 那但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有很多東西呢 其實呢 他自己講不通 不論是過去 他將一些基本法23條 甚至是政改的問題 放上去區域談 甚至到現在 我想問一個 問林鄭一個問題 這個國安法過了 是不是我代表的 觀塘區議會的人 不需要去遵守呢 如果這個是需要遵守的時候 為什麼不關觀塘的人的事呢 他完全講不通了 那些東西 我們其實 那些同事都在搜集一些個案 我們不排除的 我們不排除 我們會採取法律行動 去跟政府 去就住 區議會 哪個話事 去做一個法律訴訟 當然中間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要去處理 第二樣東西 其實現在政府經常都拿著法位 他自己去解釋 他自己去說 我們不對 譬如今天的會議 他都只是說 我們討論一些跟地區沒有關係 所以他不提供秘書處支援 他都不敢說我們是非法的 你們看回他的聲明 好嗎 我的寄望 接下來的9月 泛民35家 只要我們 我想跟市民說 如果你們認為 你們都希望 你們選出來的議會 能夠代表你們的 希望大家全力支持 泛民主派 在立法會絕半 到時我們修改法例 還政於民 這個一定會做得到 好 那可能最後一條 那裏可能 是否需要你們議員自己 如果民政處真的不會合理 提起那個議員 其實我們正打算每位議員 都是小額前債他 我們每位議員都會這樣做 我們也是用了很多自己的資源 去做會議的文件等等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這個不是重點 那重點是 為什麼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去開這個會 就是希望與民共議 希望有一個公開的平台 大家是見到我們怎樣 為民意要挺身而出 東區有一些少許補充 我想說回 就是說那個 就是想說就是 現時民政事務總署 是打壓我們 就是各個區議會開會 就不派原來 我只是想說我們東區 就是我們其實寫了 我們在第四屆 第五屆 就是上兩屆的議會 當時由保皇黨當政的時候 是由保皇黨的議員提案 是涉及全港性和跨區性的議題 包括有討論支持人大831決定 包括有這個討論農曆新年 旺角警民衝突事件 談旺角警民衝突事件 是東區區議會討論 當時還是保皇黨同意 還是完全沒有違反區議會條例 然後還是最近在16年的時候 經過高鐵的一地兩檢 這些全部當時都是民政事務總署 和政府部門都是支持區議會可以討論 所以我們東區在上個月已經是 一起去了這個申訴專員公署 是我們全部議員的簽名 是作出正式的書面的投訴的 現時就是這個申訴專員公署 回覆是受理的 我們都已經是將我們所有的 在議會和政府部門書信來往 投訴去譴責去的一些文件資料 都已經是提交了給申訴專員公署 我在這裡是期盼計劃 是申訴專員公署能夠是真的 是秉公辦理去運用它 賦予在法例它的職權 可以幫忙為我們區議會民選的議員 去主持公道 去就住政府 現時這個政治打壓 我們新一屆民主派當政的民主議會 是作出這個調查和抗爭 當然我們看完之後 如果再有一些具體的 我們其實在18區民主派的聯絡會議 由楊雪瑩召集人 我們都是有些小組去談 會不會是做法律方面的跟進的 這個到時再適時的 會向傳媒公佈的 謝謝各位 我想不用講那麼遠 我簡單講元朗區議會 我只是很簡單舉個例子 簡單很簡單舉個例子 在元朗區議會 是容許我們談五九九C這一章的討論 但最近我們提出談五九九G 政府就說這個是抵觸區議會條例 不是地區事務 於是乎官員就walk out 提供這個秘書服務 大家看到很荒謬的 為什麼五九九C可以談五九九G不可以談 我們問專員 專員完全解釋不到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告訴政府 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抗保研議員剛才講過 關於會議常規的事情 沒錯 我們現在十七區 我們今天一起開會 依然都是受制於 在今次這個區議會的會議常規底下 而這件事就是正正在我們第二個臨時共議裏面 正正發揮到的重要性 就是一個全民共議的平台 我們去突破這個框框 剛才大家見到 可能有人說畫面不好看 但是正正一個民主的一個議會 就會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最後一樣都可以一起回來 一起去做好我們每一個動議 每一個工作 而這件事我相信 我們這麼多位議員 今天都出來這裡 就算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可以談一下去砌 剛才就是為大家做了一個 我們心目中一個民主的示範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們 我們需要大家民家的力量 去跟我們議會的力量一起去走我們 繼續走我們香港這條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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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單純解釋過為什麼會有問題 我剛剛在外面播放到在學生通 所以可以我打一些剛剛提出動議 那你可能就 我想主要寫楊樹瑩和沙田 但楊樹瑩沒有解釋過 可能講一下為什麼他們剛剛沒有解釋過